聪聪 作者 朱子鸡 燕子去了 要再来的时候 两柳枯了 要再轻的时候 桃花谢了 要再开的时候 但是 聪明的 你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是有人偷了他们吧 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 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 现在又到哪里了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 但我的手 却乎是渐渐空虚了 在墨墨里算着 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 像针尖上一滴水 滴在大海里 我的日子 滴在时间的流里 没有声音 也没有影子 我不禁 头层层 而泪闪闪了 去的尽管去了 来的尽管来着 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 早上 我起来的时候 小屋里设计两三方斜斜的太阳 太阳 它有脚啊 轻轻轻敲敲敲地挪移着 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 于是 洗手的时候 日子从水盆里过去 吃饭的时候 日子从饭碗里过去 默默时 便从凝囊的双眼前过去 我觉察 它去得匆匆了 伸出手遮碗时 它又从遮碗着的手边过去 天黑时 我躺在窗上 它便零零利利地 从我身上跨过 从我脚边飞去了 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 这算又溜走了一日 我颜面叹息 但是 新来的日子的影子 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 在千万万户的世界里 我能做些什么呢 只有徘徊罢了 只有匆匆罢了 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 除徘徊外 又剩些什么呢 过去的日子 如青烟被微风吹散了 如薄雾被出洋蒸容了 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 我何曾留着像油丝样的痕迹呢 我赤裤裤裤了 我赤裤裤来到这世界 转眼间也将赤裤裤的回去吧 但不能凭的 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 告诉我 我们的日子 为什么一去 不复返呢